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求永久和平是理性的最高目标也是有道德义务 我们先来看国际的最新形势发展 朝韩峰会结束 外界都等着看更大多的美台和解会登场 但到底在什么时候举行 台湾时间28日 美国总统川普在密西哥州的一场造势晚会上有了表态 但究竟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是什么 川普继续卖关子 媒体则已经拆翻天 从可能的五个地点索短到两个地点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更直指川金会地点 不是蒙古就是新加坡 至于日期 多数倾向六月上旬 向来享受美光灯焦点的川普 更不忘鼓舞群众为他塑造和平英雄的形象 更成为英国博彩公司2018年诺贝尔奖投注清单的第二名 至于谁才是第一名 就是川普口中的火箭人金正恩 过去两人互呛 现在要坐下来好好谈谈 川普不能没有底 台湾时间28日晚上8点多 川普先后与南韩总统文在寅 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 除了寥寥朝韩世纪峰会 朝鲜半岛去核化更是关键 最重要的是 国际的行动 今后北朝鲜要取得更具体的行动 今后日米也要取得更具体的行动 这是一致的地方 面对安倍积极想在半岛局势上卡位 平壤显然很不以为然 北朝鲜官媒28日就发文炮轰日本 为一己之力尽说一些鬼话 企图破坏对话的气氛 平壤当局展现久违的强硬 也让川金会前多了一丝烟宵味 金正恩跟文在寅的会谈 并没有就此终了 否则开启了另外一段历史的新业 新的步伐 请看下一场 就看川普大戏 再来就是为川金会铺路了 美国即将进场 我想地点应该不是蒙古或新加坡 而且根据上一段张希成教授分析 恐怕蒙古的可能性 因为既安全因素 金正恩先生可能最有可能性 但川普他不是他生意人 不断的也是叫价 美国不会被耍弄 导致今天南韩也做出一个相对的善意 就是撤销他们的新战 在今天更早 其实金正恩也宣布了 北韩跟南韩回到同一时区 而不是过去 这个北韩提早半小时 当然最重要就是 北韩午夜关闭核市场 邀请美国南韩见证 委音教授 我想我们是拜行你 把欧洲的很多报章杂志 欧洲人观点一起来分析 你自己加上自己的观点 听 这一次两韩的会谈 这条线跟韩国的会谈 差不多 欧洲的部队和媒体 都差不多是很成战 也有很多说到看 金正恩就是 有些是普通的人 最人 最平常的人 也将伊 将这个人 与我作为 以前的差不多媒体 都是跟宣传说 这个人 迫力 与 民主的母险 但是现在看来 不是 但是现在 是不是 乡政警 他是不是 会很理性 来讨论 很理性 来做决定 这后边就更观察 不过 要来说两点 第一点就是 北韩 北韩 他的人民 生活 很难 这些也是 疏忍 但是在 阿北之下 大家 人民 买 起来 翻空 大概 不容易 简单 这个经格 这个独自的通知 他这个通知 都没有 无政党性 这个无政党性 他差不多 可以照顾的 就是说 他人民的生活 像以前的 很多共产国家 说 大 吃 免疫 有工作 但是 生活有比较 现在看 韩国 南韩 现在的做法 就是说 用经济 以前的 开城工业区 后边 又 推第二 第三的 工业区 可能 如果是 南韩 这个 经济 的 实力 的 电视 另外 就是 所谓的 这个 按索尔 经济 到新浴 这条铁楼 人家本来有 一条铁楼 这条铁楼是不是 比较 更现代 这个特派 原来是 真正的 这边 和 文在寅 在 对担的 当中 有 修法 有 说到 这个 这个 韩国的 这个 高速铁 做得很好 事实上 韩国的 这个 铁楼的 车型 也做得很好 这个 我相信 第二部 可能韩国 会更 一步 这个 和平的 铁楼 都是 十万 这个 和平的 铁楼 加速有 经济 经济 压折 我相信 中国 中国 首联 他 如果 派 洞 洞 不 起来 因为他本身 南条 北条线 他的 经济 问题 他 如何 冠金 改冠 他 告诉 不是 经济 这个 我相信 他 不会 入 我 保证 问题 上次 有一个 后来提出 用 这个 帝国 总理 科尔 和 法国 总统 米特宏 他们的手 手 来 总结 法国跟帝国 可以说两三百年的 建政的状态 你想如果将这个 法律拥国的好专的结果 来比较这个両判 你认为这个比较 有道理吗 这个其实 在世纪大臣 后来 后来这位共同市市场 以前就是说 要改革三个问题 就是媒体 媒体 和原子能 媒体原子能 这三个 这三个就是 就是让帝国有可能 又军事 又比这个军事共管 在那当时 有一个经济学家 就是法国的经济学家 叫做书门 就是书门 他提出来的做法 就是说 这个来因和的两边 帝国跟法国 这差不多三四百年来 都是卸修 建来政棋 他不管 又秦成技术 是世界大臣 是世界大臣 结这个军事的完修 其实想找 这个 这个阿兜奥跟 帝国路的时候 他们 这个是第一步 这个当然 如果 帝国两个 合并了后 法国 他也是很惊 说帝国 是不是合并了后 是不是变成 他有一个 军事的威胁 这个 如果是日本 或是中国 的 科理的问题 随时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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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个 共同 就是说 他担他的民族 这个 吊仙族 一宗而已 他也没很複雜 没穿中国 一两百的 修所 的 民族 担他的民族 担他的民族 现在 现出是两个国家 两个国家 是美联合国 现在 这两个国家 要如何和平 凶除 大概 现在 日本 还是中国 甚至美国 都没期待 还是苏联 都没期待 两个国家 我相信 这个未来的发展 担开 告诉我 这个和平的 进展 和它 顺利的 担开 这个 当北 差不多 有几分 有可能 一段期间 可以有和平 可以 可以维持和平 好 我们再来请教 前国防部部长 蔡明宪部长 他目前在国防大学 担任讲座教授 我想我们一方面分析 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 我们把它拉到东海 台海跟南海关系 我在上一段 特别标记这个新闻 其实这是蔡总统 昨天今天见报的 接受 还只有这一家媒体 中国时报说 5加2提振内需 国防为主力 我想蔡部长 在多次节目 不断 你跟张信仁教授 不断的主张 要增加国防预算 要超过 我们的GDP3% 然后蔡总统也在 文经会后 当天立即也接受 媒体中长说 希望没有射前提 跟习近平对等的对谈 同时 同一时间 我再把这个 美国因素 找进来 美国参议员提案 触对台军售 常态化 同一时间 美国B-52轰炸机 在巡异 从关岛 然后到广东沿海巡异 表示 他有投射战斧的能力 另一方面 也是今天新闻 川普继续深化 中美的贸易战 这问题来 请你分析 蔡部长 好的 对这边 这个川普跟 而不是这个 这个北韩的领袖 这个金正恩 跟南韩的领袖 文在寅 他们的会谈 从这几天的会谈 我感觉说 有三个大赢家 第一个是 金正恩北韩 第二个大赢家 就是南韩的文在寅 第三个大赢家 就是川普 美国的总统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了 这样一个 两韩领袖的对话 结果是什么 西南的文学说 北韩 他过去为什么 害怕 他们过去 一直在用核四核武 来对抗美国 他们 他愿意来 这个驱救 表现得 这个好像说 这个很有智慧的外交家 第一点 北韩的金正恩 他的最主要的忧虑是在 他害怕 美国 他可能会轰炸 这个北韩 甚至这个进军北韩 那这个是 这个 这个金正恩 他想排除的 第二个呢 他经过了 这半年一年多来的经济 对北韩的制裁 国际 联合国 他们 那显然是已经 动不掉 受不了了 所以他希望 透过了这样的一个 两韩的 北韩南韩的对话 能够说服美国为主的 联合国的这些国家 能够对北韩的这个经济的制裁 能够撤回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为什么金正恩 他愿意 去救他自己 从半年才一个独裁的形象 经过了三五五个月 他愿意去救 来跟南韩 甚至对美国 设施善意 那南韩的文在寅 总统为什么要 这么做呢 他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 要让这个 这个朝鲜半岛去核化 不然的话 南韩北韩是他的兄弟 但是依然是核武 核子弹的话 南韩晚上睡着 不能够很安心的睡觉 所以他文在寅也希望说 去核化在朝鲜半岛 第二个文在寅 他从去年就任总统 南韩的总统以后 一直在想他要制造自己的形象 在南韩成为一个 没有威胁 没有核子武器的一个中立的一个国家 这个是文在寅他希望塑造他自己的形象 对川普总统来讲 美国总统 为什么这一次一直过去呢 一年一年一直在骂这个北韩的这个独裁者 那现在呢 这个独裁金正恩呢 他是一个一个很聪明啊 很好的外交官 为什么 因为川普从美国的国家战略的地位 他希望朝鲜半岛能够去核化 去核化 最主要的脚 这个主角就是金正恩 他要金正恩呢 逼着金正恩呢 透过制裁 透过军事的这些威胁呢 让金正恩屈服 那第二个川普呢 一样的跟文在寅一样 他希望呢 塑造他的一个一个形象 这个让他两年后呢 他要连任美国总统 是有利的地位 所以这两天的美国最新的民调呢 他过去的民调呢 一个月前的民调 大概都是这个三十几趴 一下子呢 就是这几天呢 变成五十一趴五十二趴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川普总统 从他个人的利益 政治利益 或者是这个 从这个美国国家战略利益 川普是乐观其成 但是呢 这个南韩北韩的这个会谈呢 是不是能够有所成就 落实他们这样的一个一个 一个会谈的结果 我相信呢 我很多人在看 未来一个月或几个礼拜呢 金正恩跟川普他们谈的结果 是不是北韩能够真正的去核化 那这个是我们要看金正恩 他是不是能够真正的 诚意的落实 或者是还有他背后的动机 所以我们这个关其言 听其言关其行 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 那未来呢 未来的亚太的这个 这个战略的趋势呢 从过去 如果说能够这个 这个川普跟金正恩 能够来和谈 能够来和谈和解 去核化的结果呢 未来的亚太的趋势呢 会从东北亚的紧张气 这个情势呢 会转移到这个东海 台海跟南海的冲突 那这是为什么美国 最近有这个B-52的两架呢 在中国的这个广东福建的这个沿海 差不多一百多公里的地方 在这样的一个巡 这个巡逻巡视 所以这样的未来呢 亚太地区呢 可能美国会慢慢的转变 从东北亚的这样的一个危机 转换成一个台海跟南海的危机的冲突 这个是我的分析 跟大家做参考 我想我们完全同意 下一场看川普大戏 很难想象 在短短就一个周末 川普的民调 竟然回升将近百分之二十 其实金正 金正是没有民调了 但是文在寅总统一样 都往上拉台了 换句话说 如果掌握住感蓝支 其实会得到全民的支持跟认同 这是民主国家 我们就不知道习近平主席怎么看待 我想这是要请教国陈教授原因 其实对两岸关系有非常多 包括有人用法德的地和 来比较两韩 那两岸关系未来 那问题是目前中共在十九大以后 包括最近 不断的强化军事的文攻跟武嚇 包括各种同难措施 国陈教授 我们得到哪些启示呢 请 这一次两韩的会谈 如果放到两岸关系 或对台湾来讲 可以说是一好三坏 不是棒球了 是有一个好处 有三个 如果没有应对好 会变成坏处 对台湾来讲 好处是什么 就是目前大家看到 连北韩的金正恩 过去这么强硬 以武力不断的发射飞弹 世报核武等等 都可以坐下来谈了 代表说这个国际间的潮流 在这个两韩的会谈之下 走向和平 在这个时候 中国还不断的用这种 武力的这种展现的做法 比如说军机绕台 这种不断的这种 在实施军事演习 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是 逆国际潮流 这个在目前的这种 亚洲的大气氛 或者是在美国的 这个外交的情势上来讲 是不会给他们加分的 这个对台湾来讲 当然相对是可以利用 但是为什么讲 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点 如果处理不好 对台湾会有负面影响呢 第一 就是促弹的压力 你现在这个两韩 谈起来了 所以将来台湾会不会 在美国说不定它转向 对台湾有这个促弹的压力 他们都可以谈 这个亚洲所谓热点 一个就是朝鲜半岛 一个就是台海 那你朝鲜半岛可以谈 你台海可不可以谈 这个对台湾当局来讲 可能是一种促弹的压力 那促弹的压力 就要看我们的国安团队 我们的有没有准备好 我们国内 你现在的这种团结的这种态势 有没有办法强化 那第二个可能有问题 就是现在国内有部分政治人物 抓住了这个机会 国内有政治人物 就是推动曾经跟习近平谈过 在形式上来讲 跟这个两岸会谈 差堪比拟 所以跳出来说 你看这个就可以拿这个 作为他的政治成就 再开始吹嘘了 这个促弹 你看他们谈 我也谈过 然后还甚至提出很多条件说 你看要不是因为我开辟了 什么和平的大道 所以就可以谈了 这种形成了 对现在民进党政府来讲 一种实质的压力 就是说你能不能谈得起来 而且是有人谈得起来的 如果谈变成一种潮流 变成一种加分 那现在来讲 这个政府有没有办法谈得起来 那如果要谈 就面对被中国开条件的情况 这个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和平协议的出现 和平协议呢 在现在公投法门槛降低之后 已经有可能透过公投的方式 形成民意要求台湾 跟中国签订和平协议 可是呢 现在台湾有没有 跟中国签订和平协议的条件呢 这个是可以只讨论的 至少呢 如果现在就签订了和平协议 那么有可能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安全的承诺 就有可能产生变化 但是目前来看 如果两韩和平协议 这个东西吵得很大的话 那会不会反过来 形成这个台湾的压力 所以呢 这对于这个两韩的情势 台湾的这个政府 跟执政者 除了看新闻之外 一定要密切的注意 未来会不会有新的 促谈的压力 和平协议签订的压力 还有呢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会不会说 借由这种情况 大力推销 他过去的 这种会谈 对现在政府 形成一种压力 我想这是很重要 我想国陈教授 是非常好的提醒 自由的代价 是保持很长的警醒 这是美国开国之时 有一位开国志士 叫做汤姆斯潘恩 他在一本书 小说叫《常识》 他们是说的 我们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 是不是 自由代价很大的 要保持很长的警醒 不能睡着了 有些是我们也不会容忍 有人这时候开始吹嘘 要促谈 或是把功劳往身上揽 这是非常可笑的事 而且是违反民意的事 我们再来看一段 相当的国际新闻 我们下个问题 拉到台湾跟中国的 未来的互动 朝韩领导人世纪峰会后 北朝鲜再次向世界 投下震撼弹 不仅国报及主播 李春基宣告无核化 北朝鲜官媒朝中社 28号更大篇幅报导 朝韩高峰会宣言 内容同样包括 北朝鲜全面无核化 这在北朝鲜非常罕见 也让各界对朝韩 双方努力的成果燃起希望 但尽管北朝鲜官媒 提及无核化 南韩方面 还是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不仅有民众质疑 南韩的保守派媒体 28号也点名 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没有在峰会上 公开提及无核化的具体步骤 因此对北朝鲜无核化 打上问号 另一家保守派报纸 朝鲜日报更指出 与2005年 朝韩达成的协议相比 这次根本是在开倒车 当年北朝鲜承诺 放弃所有核武 与现存的核计划 还允许外部稽查人员 入境查证 但这些金正恩 都没有公开表态 如此暧昧的态度 会不会影响 接下来与美国老大哥 川普的另一场世纪会晤 而就算与美方达成协议 要毁弃核设施 核武与材料 都得花上一段时间 要落实半岛无核化 恐怕无法一蹴可击 在这几天 有一部新书 这是一位前东德人士 叫法兰克所写的 他因为他留学 金日成综合大学 他懂得韩语 那他成为 后来到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成为一位 可以说是德国语言 德语区 了解北韩问题的 权威的分析家 他这本书 中一本刚好出版 我来特别引用 这位法兰克 一位德国的韩国问题专家 他把韩国 就朝鲜半岛 跟台湾才弱比 这个类比非常有趣 我特别引述 他特别在那边 这个问题 真的是我必须面对 来引用 他说 台湾与朝鲜半岛 不会沦为 列强利益交换的标的吗 过去是 好 他请教了 特别是对于台湾的人民而言 了解朝鲜半岛的现况 仔细观察当地的发展 尤为重要 为此 本书愿以德国的视角 为台湾的读者 在这方面 助一臂之力 讲真好 如果一位德国的首席 韩国问题学者 都知道说 台湾跟朝鲜半岛 做类比 要引以为戒 我想同样留得了 有心教授 愿文气象 你的观点 这可能是一个 很残酷的历史 台湾就是因为 马关条约 所以台湾隔壤 和日本 马关条约 对来就是因为 条线的战争 日清 就是 日本跟中国的 条线的建成 所以 条线有带 台湾人就在 走 走在那里 等 是不是 美国跟中国 还是 条线 要解决条线问题 会在那里做筹码 出乎台湾 这是台湾人 我们应该就要有 警惕心 要有警惕之心 不过台湾现在 现在显示是面对 这个 触坛 我相信 这个 我们应该就要 永恒的核担 然后国际的 当然是 看来台湾 台湾 台湾海函 台湾 两方 台湾跟中国 是不是 有 处坛的压力 我相信 有 不过 我们要面对 这个 如何因应 要如何来应付 第一个 就是说 我们 就要 颠示 我们有 国防 防御的 这个 隔心 我们 现在 军事有 算 绝对 不可以 减照 第二 就是说 我们现在 末兵制 跟增兵制 增兵制 绝对不可以 就要增兵 末兵 两者兵用 第三 最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现在 有很多演示 绝对 不能 单纯用 兵仪 兵器推援 应该就要 做 士兵演习 现在 五六月 有这个 汉官演习 应该就要 电视 我们如果 有 士兵演习 会开 随时 台湾 五六十年来 差不多 这将军 都差不多 不能收台队 一江山 王生民 上校 少将将军 那些 都差不多 不能拳 仅仅是 新闻炮战 不能拳过 所以我们这番 就要堅持 我们有 国防的 国心 第二 就是说 属于上 欧盟 就是一个 指标 就是说 他对 索联的 法权 以国家的 声音 以国家的 声音 不是说 只是国家的 需要素 而已 最要紧的 就是说 这个新的国家 是不是有 民主 人民党 法徒 公议 这民主 人民党 法徒 公议 差不多是 这个 欧洲的人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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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 新的国家 一个准 一个准顺 一个标准 现在我们台湾可以挺身体出来 就是说我们台湾差不多 这个民主的专行是一个很成功的典范 结果有一个欧洲有一个很大的媒体的基金 叫做Betisman Betisman是一个很大的媒体的基金 它在2007年做到现在这十几年来 做这个民主的专行 世界民主的专行 差不多有98或是一百个国家 它的民主的专行做一个index 做一个指标的index 台湾都是标准都是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尤其是2008年 以后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是差不多是第一 第二 第三 世界差不多是民主专行是一个很好的模範 我们现在我们全世界也在看来 看说也不忍心说台湾 这个民主建立民主专行的这个行政 算是一样一样 算破片 我们知道最近有这个外交记刊里面 以前做了一个助理副国征 叫做Campair Campair发表四月的一篇文章 在台湾跟反正共和惩罚中国 他事实上就是说 美国和中国两边没有浪力 他的期待就是这个期待是什么 期待就是说中国可以走向民主 走向民主建立法庭的国家 当然美国人经过这二三十年来 的经济 上面是浪力后让中国的 经济好起来 所以比之前日本跟美国的贸易战 里面就是差不多是三百七十亿的美丸而已 现在的逆差是多少呢 中国跟美国 美国对中国的逆差超过四千亿 四千亿 这人大的贸易逆差 但是中国也是后来期待说 美国也是在期待说 中国可以走向民主 民主和法庭的国家 我们看台湾海峡的台湾 台湾海峡的台湾 现在已经是建立一个民主和民主和法庭的国家 不是像美国人在期待 中国做不到 台湾已经做不到 我相信世界国际社会 都是目标在看 看说台湾这个成就 不应该让它破裂 让它失败 这是一个很好的师范 无论变成一个买的师范 所以我们建立这个方位的决心 我们提出台湾这个民主法庭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贸易 这是我们台湾的主体性 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这个国家 国家认同 独立公投 我特别强调这次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轴 重中之重 一个核心价值 刚才有一天提到中美贸易摩擦 这是今天最新新闻 川普继续把这个晶片的问题 他认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定义 他如此定义 刚刚蔡平宪部长也提到 就在两岸高会前一天 也就24小时之内 美国B52在广东近海巡礼 他重的就是以牙反牙反制中国 对台湾在南海地区的文攻武贺 那当然美国国务院 包括美国的国会都不断提出 希望对台均硕化的问题 那蔡总统在今天 也接受一个报纸独家中文提到 这是正是我想蔡教授不断提出的 国防主力的问题 乃至两岸国家领导者的见面 是不是请这个 蒋座教授来帮我们平息 请 好的 从两岸的领导人的会面 这几天有很多人你说 这个金正恩跟文在元能够会谈 为什么习近平跟蔡英文不能会谈 那也给台湾一个压力 给蔡英文一个压力 说为什么这个两岸不能谈 不能接受中国的这样一个条件 一个中国的条件 实际上我们看最近的历史 这20几年来的历史 台湾跟中国的政府代表 或是领导人好几次见过面 在90年代 现在差不多20年25年前 孤王会谈 就是在新加坡他们也谈了 双方中国跟台湾 没有说这个你要说就是台湾 要先进一个中国 现在台湾是中国一般 没有 孤王会谈就是我们来谈一些经贸的问题 文化的交流 也谈到这些观光 这个文师的认证等等 这个是 孤王会谈以后这二十年来 二十几年来台湾跟中国有互动 有交流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第二次就是大概三年前 习近平跟马英九也在新加坡见过面 他们公开 习近平也没有说 这个要跟马英九建面 一定要马英九承认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 那为什么现在习近平这两年来 对蔡英文总统要求说 他要见面要谈可以 但是你要有一个先进的条件 承认九二公司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两岸的互动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最近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说的 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台湾民意 认为说中国这样的一个立场 要强迫台湾接受一个中国 而且他们的文攻武后 这个全州的军事军演 对两岸的互动 两岸的交流 台湾的人民绝大部分 那十几个台湾民意 是认为说这样的一个 中国文攻武后的态度 对国际的打压 是没有帮助的 对两岸的稳定和平 是负面的 没有帮助的 所以我是认为说 要谈可以 蔡英文总统说 要谈可以 但是不能有这个 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条件 这个设一个台湾是中国 一部分成一个中国 也要平等互惠 我想台湾的人 你说要跟中国和平共存 要平等互惠 我想大部分的台湾人民 都会接受 总是现在的球 如果说两岸 中国和台湾要说 蔡英文总统过去这两岸 已经是很多的善意 很多很多的善意 维持现状 这个中华民国体制不变 这个宪法不能 这个也不变 两岸的关系 条例也不变 老实讲 因为蔡英文的四次善意 老实讲台湾的人民 对蔡英文的这样的一个 四次这么多的善意 但是中国一直在打压 得寸进尺 能投签棍 所以现在很多 台湾的很多本土的社团 很多的名利 因为蔡英文有所余虑 甚至反感 所以现在的球 不是在蔡英文 两岸要谈 不是在蔡英文 蔡英文已经做了太多 问题这个球 要会谈的球 是在对岸的习近平 跟他的政府 所以我是认为 习近平如果要学 这个朝鲜半岛的 这样的会谈 我想中国要学金正恩 要让步 他们先说 要放弃这个和事 然后南韩放弃这个 不对他们的心战的 广播等等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建议 中国要做怎么样的一个 试试这样的善意 第一个 我认为中国 要停止军演 要停止军演 这个都可以做的 金正恩都可以说 我放弃这样的一个和事 那我也不做任何的 对南韩对美国的威胁 中国的军演 甚至军居军舰的绕台 也可以不要做 这些做对中国的国力也没有帮助 引起台湾的反感 也引起了美国 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态势 对中国是不好 所以我认为是停止军 第二个 他们 这个中国 可以不要打压台湾的国际活动的空间 马英九时代 他们说好 我们就保持 保持现在他不挖我们的邦交国 我们也去不挖他们的邦交国 和平共存 既然那个年代都可以 为什么 八年以后 现在蔡英文他一直挖我们的 这个墙角邦交国 巴拉玛 现在WHO 世界卫生大会 也不让我们去参加 我想中国得到什么 中国得到台湾人民的反感 甚至美国 日本 欧盟 很多国家认为中国 和这个组组台湾加入WHO 是相当相当的反弹的 那我是认为说 中国呢 也可以 速度的 四次三一说 我们的间谍战 他们现在的统战 可以不做了 就像南北韩 他们的互相的攻击 互相的心战广播 互相的这个 这个间谍的作为呢 可以暂缓 所以我想中国 如果能够宣誓这样的话 那不谈这个 两岸会谈的一个 一个前提 政治前提 我想这个中国是可以做的 那台湾这一块呢 从台湾的蔡英文总统 我是建议了 刚刚油清这个监委 他也做说 蔡英文总统 你要让中国看台湾去 台湾的国防的战力 一定要更加努力 我已经说过很多处 我也很高兴 说油清 他也同意 国防预算 十年前就是3300亿 为什么十年以后 还是3300亿 十年前是 国防年度的国防预算 是3300 占我们的GDP的 2.7 2.8 那现在的3300 占我们GDP 只有1.7 1.8都不到 然后增兵 我们不能放弃 因为从国家战力 如果废弃增兵的话 那我们全民国防 全民防卫 力量都会相对的 所以台湾要加强 第二个 我认为解决台湾的问题 解决台海的问题 不是只有台湾跟中国的问题 因为台海 你看每一天 好几百只 台几百艘的 军舰商船通过台湾海峡 飞机更不要讲 包括民航机 上千架的民航机 经过台湾 或者台湾起降 所以我想 美国还有国际法 常常说 国际的公海 有自由航行权 国际的 这个领空 这个不是领空 国际公海上的 这个也是一个 自由飞航的区域 这个是国际法 每个人都要 每个国家都遵守的 所以要解决 要看台湾海峡的危机 要把整个 扩大到台湾以外的 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所以未来如果要谈判的话 我是认为说 要跟美国跟日本 还有其他国家 共同来努力 礼拜三 我会从整个东北亚形势切入 邀请林秋山 蔡真家 跟陈永峰教授 会特别把 刚刚蔡明宪部长 所提出问题 我来做一个切入的解析 在十天之前 前立法院长 王金平院长 来我们这个节目专访 中国境内一个媒体 叫中平社 也把那个内容 做了一番平息 他也特别 其中有说 对中方 中南海 对台湾提出这个 王道 王霸之变 那个王道霸道 王道 其实这个诉求非常好的 包括 王金平院长提出 九二共识问题 我不做赘述 我们也希望很多 翻墙进来看 或者监看我们节目的 中南海当局 我觉得 不管邮青跟蔡明宪部长 他们都是在台湾 我们台湾的反对运动 或民进党执政者里面 非常资深的前辈 他们的见解 有他代表性 当然 为什么台湾不能接受 一个中国原则 或九二共识呢 你想想看 台湾跟中国 都是谈判的主体 又把台湾当成 谈判的标的物 那台湾怎么谈 就一中原则 九二共识 就是等于叫台湾 你要举手 还举脚投降而已 我想要再请 这个国陈教授 从过去中方 运用北韩来牵制美国 现在北韩可能落空了 在这种形式下 中美台三角关系 来 你怎么来预估 请 未来我的判断是 中方会集中力量 放在对付台问题 因为过去朝鲜半岛问题 有一个印象 就是美国要透过中国解决 这个才能够解决北韩问题 现在看来北韩自己主导性越来越强 所以这个恐怕落空 那么中国在这个相对比较失去面子 边缘化的情况下 他一定要在台湾问题上 有所表现 刚才主持人提到 那个德国的知名学者的著作 提到说台湾要重视朝鲜半岛 这个是非常的正确 但是长年以来 不管是哪一党执政 我们可以看到 驻日代表都是重要人士 驻日代表都是重要人士 可是不管民进党还是国民党执政 驻韩代表是谁 现在台湾社会 驻日代表大家都知道 谢长廷先生 之前也是像冯继台先生 这些都是知名的人士 但是驻韩代表是哪一位 这边绝对不是在说 我们驻韩的代表处 还是驻韩代表不认真不用工 而是说长年以来 我们对这一块重视程度太低 所以将来在外交上 我们怎么样强化 跟这个南韩的关系 我觉得很重要 不是说因为 他跟我们竞争的很激烈 我们就不喜欢他 我想这很重要 第二个讲到国防 刚才两位前辈 两位部长级的 都讲到台湾的国防问题 实际上台湾现在 国防问题很大 第一个是同盟不足 现在文在寅跟金正恩谈判 他靠的是什么 韩国也是有实力 他的空军 他的海军 他的陆军 不管是飞机 战车 舰艇 性能都是优于北韩 他的国力也优于北韩 所以北韩只要不动用核子武器 韩国基本上在传统军力上 他是必胜的 所以他后面有这个屏障 而且还有韩美的同盟 还有联合指挥部 那相形之下 台湾的同盟是到那种 联盛美国是不是要常态化军售 台湾这个都还在讨论 还要被拿出来讨论 跟他们有这个稳固的同盟 韩国有足够的外交关系 有国防研发的实力 还他军力就具有优势 这怎么比 所以他的实力 是他今天能够跟金正恩 谈的一个主要原因 台湾今天有这个实力 这很重要 第二就是我们的国防装备 韩国他在军事上是优于北韩 在传统军力上 可是我们现在跟中国相比 传统军事上武器的性能数量 有优于他们吗 我想这个问题很简单 那么这个不断的有提出说 你要这个恢复征兵制 恢复征兵制 当然是减少国防人力支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可是我们看国军 他的训练也好 他的管理也好 这个当过兵的人 不管是志愿意还是义无意 对国军的评价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方面不改善 我认为这个兵役制度 就算改回征兵制 台湾有足够国防的实力吗 第三就是在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军心士气的问题 这次谈判 韩国的参谋组长郑锦斗 他是空军出身的 他跟着文在寅总统一起去 可是他不向金正恩敬礼 他说身为国军 大海美国国军 军阶最高的将领 目前敌对状态没有消除 他不能向敌方的主帅敬礼 像这样子的概念 在台湾是这样吗 不是吧 我们看到很多退役的将领 尽管他们退役 但是他们的行为 是不是可受非议 这样子的军心士气 要怎么样能够在未来的两岸当中 博弈中保护台湾的利益 我认为现在执政当局 还是需要多加的努力 有云教授 我想长期你从事反对运动 从南外赛到现在 你觉得目前我们政府当局 包括蔡总统 其实他也 我想我们的舆论 也很大压力给他 要提升国防战力 能不能对蔡总统 做一个具体建议 现在最具体的就是 国防经费不能减少 增兵制 还是要继续推动 更重要的 现在我们的战备 大概除了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武器之外 现在要发展像飞弹 像飞机 以及船舰 这个潜艇 事实上 现在就应该起步 在过去也许努力不够 现在蔡总统应该 加进一切力量 来推动有关战备的重新 蔡部长 简单几句话 建议总统请 我想要提升台湾的战备 台湾的防卫的能量 大概三个方面 第一个 这个提升 我们国防的预算 这个要继续实行 这个增兵募兵 这个是最基本的 全民要防卫台湾 这个工作是总统的权责 所以总统我希望说 他能够再重新 他的国安团队能够重新来做 第二个就是要研发这些 所谓的不平衡战争下的一个战备 像台湾过去 现在也一样 我们可以发展很多 这个短层中层的飞弹 这个是对中国的 这个航空母舰或战舰 最主要的一个克星 第三个 我们要强化区域的安全合作 跟美国跟日本 甚至跟菲律宾来合作 我刚刚讲台湾海峡的问题 是一个区域的安全的问题 所以未来的解决 也要靠整个 这些国家的共同努力 好 礼拜三 我要请东北亚形势的专家 来解析 蔡部长所提的问题 台湾在整个东北亚形势 我们的因应之道 同一时间 我要介绍明治维新 150周年 因为它影响 不只是日本本身 整个东北 包括琉球 台湾 朝鲜 中国 越南 印度 到土耳 其他埃及都是 所以我先预告一本书 我们去探讨明治维新的 历史思想问题 这本书叫 五世的宗教 这本书可以说 跟新都户道造所写的 五世道一样 深深影响 明治时代那些决策者 我就把这本书 也作为延伸阅读之用 禅宗之所以称作 五世宗教 是由于禅学引进日本时 正值贵族没落 五人政权崛起 于是他们在禅的思想中 发现了某些 与五世本性相近 合乎五世道的精神 忠诚 智慧 勇气 激励 跟不惧死亡 时候 禅更深入文学 美术 茶道 烹饪 园艺 建筑 渗入日本人生活的每个细节 我们在谈明治为新的时候 必定从他的宗教哲学思想 来切入 感谢三位非常精辟解读 谢谢